Hello 大家好 我是Chris Lo 盧俊康 跟大家谈谈恒生指数走势 恒指近日在17,600至18,000点波幅上落 暂时未有突破 成交方面也比较静一点 大约是1,100亿左右 整体来说似乎在向下的低级式格局 暂时看不排除后市向下调整机会相对较大 如果穿了250天线的话有机会落到17,400左右 留意我在录片时看到牛症的重货区是17,499点 这是一个比较高位的重货区 不排除有机会收获 意味着后市偏淡为主 所以暂时来说大家不要这么快博视方见底 因为见底有几件事要关注 第一件事是否落到一个明显的支持区间 支区区间其实现在看到是17,500至17,600左右 第二件事是看技术指标方面会不会有超卖 如果有超卖的话 意味着反弹的机会会大大增加 当超卖之后下一步就是看看 彭指会不会连续有两天都能够让足 如果是的话反应开始有机会 所以暂时短期都是以一个乘幅 划行17,600至18,000点走 稍后应该要向下破一破250天 大家好 我是Alan 港股已经闷了很久 原来以外应该下星期也会继续闷 波动区间大概是250天 一万九千四 上面军线插入住的地方 一万八千二 短期都看不到什么突破的契机 板块上我相信是强的继续强 弱的继续弱 弱的都不用多说 大家都有眼见 看着内地的经济 本地的零售和投影服状况 都知道一些零售、内需、旅游、餐饮等都不好 其中再加上互联网或电商平台 都暂时放在一旁 有什么实体经济或成长类型的股份 可以考虑一下 想来想去都是两个sector 一个就是车 车都要认真选一选 看着销量变化 大概都猜到可以选哪一款 之前跟大家提过 直播率稍微高 现在来看就比较提起理想 尤其是理想 因为股价之前比较低残 在6月销售数据之后 大家对信心就开始重新恢复 因为6月去到47,000 距离大家都觉得它应该做的 5万架目标 其实只差一点 如果7月给多一点力 加把劲 有机会突破到5万架车 我相信有这方面倾向的话 应该有机会填补一下5月的下跌列口 因为5月下跌列口 1年是10元的列口 96就一直下跌到86 所以短期目标86 如果是7月上半个月的上半个月 其实销售也很漂亮 因为很快会有些报告 因为分析员或投行 一个星期都看着 下个星期应该会有今个星期的销售数字 所以看见都不错 这些是可以考虑的 如果经历了两个星期之后 都对板 例如两个星期加盟 如果销售有2万5千部 应该都直指那个列口顶 就是96元这些位置 比亚迪就不用说了 无论是巴菲特沽货 或者欧洲的加上关税 对它好像不是太受影响 6月份销售维持着强劲 30多万架 只要保持股价 我相信股价应该都在高位培回 至于其他就特别小心点 例如小鹏那些 到现在为止都卖了1万架车 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可以继续传播下去 另一方面 一个成长的板块 就是AI 大家都很关注 因为见到美股那边就是慶合 即NVIDIA Apple Microsoft 这些差不多是破顶破顶再破顶 NVIDIA 近期就回落了一点点 但大家都觉得未炒完 例如去到$81 这些位置 大家都在考虑 在一个位置加仓 各方面 Apple近期也起死回生 主要大家都是看着iPhone16 即9月份的发布会 港股这边 大部份都跟不上 无论半途看也好 尤其是下游 大家都做大模型那些 因为跟美股的确 差距太远 所以你也有两个消息 炒了两天被人散 却就无所谓 但港股是否完全没有AI概念 又不是的 有些实际可以受惠到AI 例如AIPC的换机潮 其实联想是其中一个领导者 所以联想是值得长期关注的一个企业 其次就是AI的手机换机潮 iPhone16出 然后小米我相信怎么也会跟 其实都会出AI 其实Samsung之前的S24 或者S24 Plus Ultra 这些都是AI的手机 这个换机潮我相信都会带动到 除了销量之外 其实整个上游的零部件的插入链 其实都会受惠 港股来说 很明显那几尺 其中瑞星都应该是最受惠的对象 都一再提到 因为AI的升级会导致 升学的元件 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技术提升 技术提升代表出厂的单价 巨无利率和最终利润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空间 所以接近iPhone16的发布 我相信一众港股这些手机和无机的企业 都有机会相应炒气 其中瑞星的潜力稍微大一点 以上两个板块 我相信港股仅有成长板块 会持续受到投资者追捧 其他那些暂时保守谨慎一点 至于其他板块 我相信一直保持中特股 即高息国企 电信股一定首选 因为一个几乎垄断的行业 收入利润各方面都很稳定 而且派息逐步提升 其次是电力、煤炭、石油等 这类都要考虑 其次是耐银等 大致上投资的逻辑和策略 暂时没有太大改变 看七叶中之后三中全会开完 看看会否提供更多投资想法 这个星期先和大家聊到这里 下星期再见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有一个星期 我们看到港股继续在18,000这些关口增持 始终供不堪 18,000之后又下降 有好几个原因 包括如果我们看牛熊症的街货分布图 牛症重仓也很厉害 落到大概17,500这些水平 所以每次为何一上到18,000又下降 一上到18,000又下降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还有我们看现在国内有个减薪潮 不单止中金那边减薪 甚至乎搞出人命 另外还有耐银那边 亦都在说减薪 为了要跑数 希望未来那盘数好看 你要盘数好看 自然就要减薪、财源 或者降成本等等这些动作 所以反映到似乎现在都很难搞 难搞的意思就是 国内的经济复苏的步伐 真的不似预期 令到现在的情况比较恶劣 还有当然我们都看到 人民币继续贬值 这些情况或者A股 上证那边穿了3,000点 所以这些全部种种因素 都拉住行资 令它上不到去 或者站不到18,000这些位置 接下来这个星期预计 大概会在17,500点 到18,200左右这些水平 有机会冲一冲上去 之前也冲过 冲过上18,100点流上 正正就是牛红症 红症的重仓位置 然后杀完红症 便下来再杀牛 所以接下来预计了 都会是一个波幅的上落 有波幅 但最后其实都没什么升跌 都是在18,000这些关口徘徊 预计大概是17,500点 至18,200点这些位置 各股方面可以留意 其中一只近期都调整得挺深的 1299有邦 其实看起来 它本身的业绩是漂亮的 另外也有回购支持着 不过它有个问题 就是它跟大市的关联度太高 所以当市一下来 它的股价也是因此而收额 但是相反 如果市看后市好的 有机会上得回去的话 这只股份也会有个不错的表现 大家好我是Kingston 林敬鹹 跟大家展望一下 和回股一下 今个星期和下个星期的走势 今个星期的港股 在下半年的开始 曾经是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开始 曾经也都升上去 18,000点以上 我相信只不过是由于 是基金半年结之后 是建一建仓 所以指数是升上去 部分股份做得比较好一点的 尤其是这些中突股份 但是也都可以看到 是真真正正利好的消息 其实就真的不是那么多的 也都是高位 10天和20天线的位置 在埋近18,000点这个位置 阻力都挺大的 再高一点的话 就大概是18,200点的50天线 也都见到成交方面 很明显又再缩下 下到1,000亿以下 这些都是令到港股 是不可以真真正正出现一个突破的 在星期五的时间 就是升到上去18,000点之后 又开始有些调整 那当然那个调整压力 暂时都不是很大的 但是只不过是要再进一步上升的话 现在的动力就不是那么足够的 还有就是成交不那么速 也都是没有特别的利好的消息 那所以呢 对于来近一个星期的展望 都其实是不是说十分之乐观 起码就一定不会是出现突破 市场都观望着 就是7月18日的三中全会的举行 或者之后看看有没有什么的政策方面 尤其是经济方面的一些利好的消息出现 到时可能才会有个炒作 那么在三中全会之前的话 都预期的港股呢 不会有什么的特别的新的变化 都会在乘幅上落 低位来看的话大概17,800点到 高位来看的话 18,800点之间到上落 如果是见到美国那边息口那方面 大家有预期九月份减息的机会减少的话 那看一下港股会不会呢 是又再跌穿17,800点 或者又再试下去17,600点的水平的 那来近一个星期呢 都会是比较是看淡一点的 那大家要留意的 那所以都是不作股票的推格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国龙证券的林家亨 那为大家讲解 来近这个礼拜的大事的表现了 那大家都知道了 三中全会呢 在7月15至18天就开始了 那所以我估计呢 这个礼拜来近呢 市况呢 是比较观望巨多 和成交量呢 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增加的 大家一切呢 都是以这个三中全会 完结了之后 有什么公布为焦点的 那所以既然是这样呢 今个星期的市况一定是很静的了 那静起上来呢 恒指有机会下试一个较低的低位 譬如说我们的交通道条底线 大约呢 17660 那下来近这几天来说呢 我估计都有机会试一试 这个低的水平的 那但是试了这个低的水平呢 我就不觉得有太大的风险 因为始终来说呢 今次这个三中全会 很多聚焦呢 就是聚焦呢 如何扶持中国的科技发展 和呢再强化回 在今年年初的时间呢 曾经宣布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 所以呢 这个刺激经济的政策呢 慢慢慢慢呢 在下半年呢 就会在实体经济那里呢 是反映出来的 所以我估计呢 三中全会之后呢 凭此都应该有一轮的升幅 所以呢 如果你说 啊 来近这个礼拜 凭此又再跌穿 到这个堡利加通道 底线啊 17660附近呢 那我觉得呢 是应该可以 买回一些大型的蓝筹股的 那么 放一点点货 否则说 三中全会回来 一公布一些 如果有好消息的东西 大市一升呢 你如果没有货 握手呢 一定呢 就很惆怅的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周中俊昌 又是下周展望的时间 录影的时间呢 就是 星期五 下周六点左右 看到呢 七月假期回来之后 感觉的市 好像没什么来胜了 尤其是呢 迟迟未有些刺激的政策消息 未必是政策公布的 但消息 都好像没什么 上证 我觉得先看上证 先看上证 连跌三日 并且在刚刚 今天 叫做 跌穿 即星期五 跌穿了之前的低位 即是半杯水 上证和恒指收的点数 都很特别 是收2949.93 即是说 你可以说它穿了2950 这个整数关后 也可以说 如果你四悬五油 便勉强守得住 这个整数关后 但都不是好事 很勉强拉上去收 而其实呢 如果你看看港股行指 都是很类似的 收17799.61 你当不当它稳手 178 不过我觉得 其实那一点 不重要 对于实际的情况来看 港股基本上都受到这个情绪拖累 原本星期四 都看到有些中特股炒得挺帥 升上来 好像健康 但是 星期五这一跌 是偶突翻 输突翻 例如939 1398 这些 基本上是回套 一支大音族 包住之前的羊族 如果是技术来说 是挺噁心的 唯一比较好一点的就是 油股 中石油 中海油 都仍是咬着高位 音竹都没有 好像 内银 或者整个行指 那么碎 但是我想 这个其实是和油价有关 因为最近油价夹到上去 84美金一桶 所以支持到油股 但是 难保上到84这些阻力位 油价不会有一两天回调 回跌回来 到时 可能 便会见真将 即拖累两桶油的下跌 目前来计 如果我们再看 恒指的话 其实就叫做比A股硬一点 但是 一直都提醒大家 要先看来房 内房也是类似 感觉是 不跌穿 但是走势不好 譬如见到 九六玲珑湖 六八八 即是中海外 或者看晚科 2202 其实勉强守得住低位 在横行 但是走势都是磨住底 短期来计 如果再看一件事 就是新股 新股 其实气氛已经开始转叉 转叉的意思 不是超額迎购 超額迎购 如果从历史上来说 第一个问题是不升 和跌穿 上星期也有和大家说过 穿超股价 第一日收 都换不到盘 这些情况 其实见到 再加上 整个股市 你看回 成交已经跌到 1000亿以下 基本上 除了 如果说我还要看升的好友 除了是 憧憬 或者 都不可以叫憧憬 叫幻想 即是 某一日 会去 有夹蚕瘡的动作 其实真正的支持 不要严磨尋 但是这个 一直都好像 冲得挺多 就看这个阻力位 支持位 17200 唯一 可以憧憬 有真正支持 就是去到17200 好吗 港股暂时说了这么多 但是值得留意的 还有美股 给大家一个资讯 高盛 早前出了个报告 里面有个统计 说 自1928年以来 其实7月的上半个月 即是用半个月的时间来计算 7月上半个月是全年当中 表现最好的时段 甚至表现比一般我们认知的 12月底 即是12月下半个月 聖诞节前后的这个时段 我自己看完之后 都拿过数据 拿过1980年到2023年的数据 去做事实询 做一些统计 都发现 原来标普500的确 在这个时段 即是7月上 每个月 是有七成的上升概率 这个信息 就让大家参考一下 以上都是我个人的看法 不一定准的 不过整理资料 都需要花费些时间精力 如果大家觉得我说得OK 希望可以继续听多些 给个like 留言鼓励一下 亦可以留意我平时 周氏感浪的节目 在内面我会尽量分享些不同的 有意思的资讯给大家 今天先说到这里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大家好 看过去这个星期来说 港股的走势 都比较上飘乎 虽然市场中一步观望 成交方面都比较上萎缩 但是大家正向来看 希望三中全会 和月底来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都有些政策出台 希望推动刺激经济 或者对股市方面来说 有正面反应 有机会像5月份 这样的情况出现 但是这个说真的 其实都没有特别保证 而且出来的内容是否不符预期 或者反应会有偏差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自己看 就真的变了市场 现在好像是静观其变 多个买定货等这件事出发 除了过去这个星期 例如说内股 我觉得表现相对地 比以往的 除息之后 还可以为强势来说 我觉得如果真的做这件事的推动 大家都愿意利用路人股 去稳守这个角色 去看这方面的变化 再加上另一个因素 就是现在大家都看到内地的债息 一直是持续下跌 市场来说 反而我想中央方面都希望 变成资金来说 反而不要全部放在债市那里 亦都需要 进一步沽售债券 其次由资金来说 慢慢转回来 看到如果债息的变化 或者要找些取代的项目 都是穩守为主 我都会考虑下股 这真的充当着 最具代表性中特股的角色 当然另一方面 那边相希望我得 反而是更加确切的催化劑 就是路续续由7月下旬 开始公布业绩的情况 变成了希望 很多中资企业 或者新牛津的企业 能够过关 令到资金 我觉得下半年来说 看到很多经理 他们对市场的 前瞻的看法来说 其实都是 再进一步有改善 以及对亚洲区的看法 是比较常理想的 但是 港股、中港股舌 能不能够分到这杯羹 当它们增持在亚洲区的股舌来说 不可以有条件 不挡回资金的一直跪 这个我觉得 仍是需要加快 所以吹化劑的推动来说 是失目以待的 另一方面 板块方面来说 这个我都觉得 如果过去这个礼拜 都开始看到有些板块浪动 出现 但是 出现的情况来说 反而是 资金来说 追换一些弱势的板块 这些弱势板块来说 真是追随后 民主而持续性 基本面 推动的空间 又未必算是很大 会不会成为 蔚延成风 或者它们扭转这方面的弱势 成为强势的领道股 这个我想都有 例如保留内房股 例如另一方面 水泥股 或者是 炎气股 似乎 仍是比较上 我觉得 要整体 基本面走强来说 都要有很多不同的基本面 因素去配合 所以变成 如果现在 资金来说 宁愿是选择弱势股 追落后 还是持货 找一些强势的中途股去 比较上是中途性去持货 取态去做 我都觉得后者 会比较合适 因为相信 无论他们的派息 或者估值 方面 都比较上 还是处于一个安全的水平 但其他弱势板法 可能纯粹炒完 放养花 可能就消炎就算了 所以 接下来 我觉得 这个星期来说 刚才我说的 内容股 即是 石油股 或者 我自己觉得 看到一些 水务 或者是环保 相关的股份 这个比较落后 很多派息 仍然比较理想 我想 仍然可以 继续留意 另一方面 如果说 燃气 虽然我看了 某程度 有少计量 但如果真的 例如 135坤能源 例如 193华润 燃气 这些是否是 分销 或者管道 我自己觉得 看法 会正面一点 另一方面 至于基建设备 股份 或者电力设备 股份 我都觉得 跟着国策 和政策 去行来说 都会是正面 和首位 所以 选择持货 板块的数目 可能减少 贵不贵多 但选择适 我相信 都继续 持有错的 防守性之中 希望能够做到 稳中求进的表现 希望大家在 7月上旬 市况 在代变的情况下 都可以 稳守一些股份 可以有一个 不错的利润 大家记得 按赞 留言 订阅 按钟仔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想鼓励我们 欢迎 可以按住Superfans 给多些支持我们 多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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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